社区方面为促进中文教育支持校方继续开设中文基础课程 美华基金会和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日前联合举办合作庆祝仪式 为促进现代汉语教育和丰富文化多样性 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与美华基金会携手合作 共同启动了一项教育项目 旨在帮助北岭大学文学院继续提供中文基础课程 为有兴趣的学生提供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 为此美华基金会和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在学校举办合作庆典仪式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乔务处王岐主任 美华基金会主席李社朝会长余泽伟 以及北岭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师生等于120位来宾出席了当天的合作仪式 那么也希望通过双方的这种开启的有效的交流合作 能够更深入的推动中美之间的人文领域的这个合作 那么能够更好的促进双方的交流对话 能够推动我们青年一代的更好的去理解中国认知中国 也希望能够有机会亲自到中国去留学去体验 去看一看真实发生在中国的故事 据了解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的现代汉语基础课程 因诸多因素步履为坚 美华基金会得知这一消息后 经过多方的联络和多次的讨论与努力 最终决定助立北岭大学文学院并展开计划合作 希望能让那些对中文感兴趣的深深学子 有机会学习中文领略中华文化的魅力 同时鼓励华裔学生服务社区了解并推广中国的传统文化 而作为一个以华裔为主体的非营利组织 美华基金会多年来一直秉持着帮助和回馈社区 提高对美国华裔传统文化认识的宗旨 希望通过这个项目 不仅能为即将走向社会就业的大学生们 打开一扇通往多元文化的大门 还能与华裔社区共勉独善其身 兼济天下的为人之道 为下一代提供一个足以融合的社会环境 那我们的初衷是除了帮助自己所在的社区以外 主要也希望透过我们身为亚裔的群体 华裔的群体 希望透过这些文化的活动 能真正帮助到自己的社区 尤其是我们所在社区里面的年轻的新兴学者 让他们有机会了解中华文化 也读懂中文 所以我觉得借此机会 可以让美国学生或者这所大学 更加了解我们的中国文化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这次活动也得到了美国华人联合总会的大力支持 出席活动的包括美华总理事长杨一帆 美华总荣誉主席团主席少文和干部们 作为一个海外的侨民 我们要努力弘扬中华文化 那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中文课 那美华基金会能够在这种状态下 能够帮助我们北领大学呢 把这个中文课继续保持 然后延续下去 我觉得作为我们华人来讲 是一个非常光荣和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那我们自己本身都是来自于中国的 我们很为自己的历史文化 包括语言而骄傲 所以呢我们在海外 能够尽自己的一点力 能够为中华文化的宣扬 两国的民间的沟通了解 做一点微薄之力的话 也是非常欣慰的 加州州立大学北领分校校方 对美华基金会的支持表示感谢 希望该校的学生们 能够透过选修中文课程 完成辅修学业的同时 深入了解多元文化的魅力 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 与不同群组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 活动当天来自加州州立大学 北领分校两个中文班的学生们 精心准备了一首中文流星歌曲 Majito的歌舞表演 不仅向现场来宾展示了 他们的中文学习成果 还传达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凤凰卫视朱小师林汉勤 洛杉矶报道